你们知道在日本吃个小点心有多复杂吧 有朋友说想看我吃日式小点心 同时说要吃就吃最好的 日本第一击贝团子 我也不知道这老板是哪来的自信 竟然敢称第一 我以为奶奶会把团子直接给我 可没想到她直接扔进了锅里 出锅后又把滚烫的击贝团子 扔到了事先准备好的黄豆粉里 这一颗颗看着像珍珠 有点可爱 等到确定团子上面都裹满了黄豆粉 才肯装到袋子里给我 奶奶做的小团子 刚煮出来的团子就是好吃 又软又糯 还不沾牙 感觉吃午餐根本就不够了 好吃是好吃 可是里面没有馅 于是同事又给我推荐了一家有馅的点心 我还以为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原来是铜锣烧 前面的爷爷把刚烤好的饼皮交给小姐姐 小姐姐就往饼皮上面塞了点红豆 又放了块黄油上去 明明是铜锣烧 却感觉自己像在吃汉堡包 外面的饼皮焦脆 里面的红豆咸香 就在我犹豫吃完要不要再带一个回去的时候 爷爷直接送了个饼皮给我 可我还是觉得口感不够丰富 于是同事又给我推荐了一个点心 说这回肯定能让我满意 做成了窝窝头的青团 还送糖浆和黄豆粉 这怎么吃啊 看一下说明书 头一次吃个点心还要看说明书的 先往坑里撒点黄豆粉 把坑填满 再往里面滴点糖浆固定 这吃个点心吃出了做实验的感觉 嗯 这个就是青团 外面的皮相当的软弱 还有淡淡的艾草的味道 里面满满的豆沙 口感也是十分的细腻 就吃到现在了 好吃是好吃的 但为什么他们的点心 要么就没有馅 要么里面就只有豆沙黏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